你们高家以剑闻名 本将军就和你比比剑法 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剑 完颜接过长剑 高寒星也亮出了这把陪他征战半生的软剑 必血染丹青 完颜面露不屑 两大高手各持神兵交手一处 高家的剑法不顾武林 漫天飞花寒星一点 是高寒星的成名剑招 力冠剑身 软剑刺出 能够瞬间炸裂对手的头骨 寒星跃起立于剑上 完颜收招横扫一剑 割断了高寒星的衣衫 胜负一分 你说了 高寒星冷横 收剑入鞘 完颜已经被点中了要害 这时众人才发现 完颜王宋的眉心有血迹渗出 漫天飞花寒星一点 果然名不虚传 王爷询问高寒星 胜出比武有什么愿望 本时已经领会先帝的遗体 在下希望尽早回国复命 你们可以随时离开这里 谢谢王爷 韩星归宋 郡主心中万般不舍 可韩星与靖康公主婚约在先 两人注定有缘无分 郡主终归要嫁人的 韩星认为完颜王宋 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曾经沧海难而生 除去乌山不是一样 也许小玉终身不嫁 多情自古商礼 人间事 又说我们也无法控制 公主岔开话题 你来金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护送赵桓一路小心 韩星一惊 想不到自己骗过文武百官 却骗不过郡主 郡主缓步进前 两人做了最后的告别 清晨 玄缘作法起零 就在高韩星要护送两位皇帝的遗体 启程时 被完颜王宋拦住 他要开关验尸 副将怒吓 不得对先帝不敬 你这么说 难道棺木里面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完颜不顾众人阻拦 下令打开棺果 可里面只有两具干尸 并无异样 完颜将军 我们可以启程了吧 韩星护送棺果上路 不料吃里爬外的玄缘法师 在沐浴内留下了密信 原来赵桓藏在了山神庙的地道 只要棺果放在地道上方 赵桓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入棺果 可机关打开的声音 还是惊动了玄缘和尚 清晨 韩星一行人继续赶路 行至山间 韩星察觉到有杀气 但为时已晚 数到案件射出 手下高手折损一半 完颜王宋带兵杀到 手持双钩攻向高韩星 大宋边界近在咫尺 高韩星杀招进出 几个照面就踢翻了完颜 再看几个副将 各个奋力厮杀 可终究寡不敌重 都惨死在金兵的乱刀之下 高韩星暴怒 一脚踢翻了完颜王宋 不想玄缘偷袭两掌 重伤韩星 那高韩星 你最终都败在我的手上 九王爷得知 高韩星营救赵管暴怒 当即下令 让完颜王宋处死高韩星 可来到天牢 高韩星已经被郡主救了出去 真没想到玄缘竟是奸细 其实出卖你的 不只是玄缘 还有你们的皇帝 原来赵构送来密函 让九王爷除掉高韩星 如今宋朝和金国都已经没有了 高韩星的容身之地 宋国的人要杀 金国的人也要杀我 想不到我高韩星 今天便是丧家之劝 看着高韩星落魄的样子 郡主心痛不已 如今一向活命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们成亲 那怎么行 这样做太对不起郡主了 郡主把高韩星带回了王府 完颜当即下令抓住高韩星 郡主挡在了前面 失踪多日的女儿回来了 王爷开心不已 下次一定不要不辞而别 郡主低下头 让父王答应一件事 我要看什么事 我要和高韩星成亲 完颜王宋第一个反对 九王爷更不会同意 不想郡主竟放下绣剑直刺胸膛 好在这一剑没有刺中要害 可王爷深知女儿的脾气 如果再阻拦他和高韩星的婚事 他下一剑真的会直刺心脏 你答应我们的婚事吗 现在爹答应你们的婚事了 郡主上誉 九王爷下旨 两人择日成婚 半晚 王爷宴请高韩星和玄元和尚 现在两人同事效力金国 希望他们能兵士前嫌 大师真人不露相 在下已经领教过大师的高招了 玄元为之前的事表示歉意 举杯镜向高韩星 两人功力不相伯仲 折断了王爷的筷子 王爷面露不悦 你们就像这双筷子 双翘好走 独目难行 一双筷子断了一只 另外一只就没有用途了 希望两位可以同心合力 为大经国效力 维言两人不敢再做争斗 次日高韩星和郡主顺利举办婚礼 郡主看出高韩星还记挂着金康公主 也明白两人成亲只是权宜之计 我提出给你成心 除了想救你之外 我不否认这里还有私心 就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 所以就算有名无实 我也不介意